新冠疫情 一場新冠疫情 令本澳經濟帶來重大影響 亦令社會意識到本澳產業單一的問題 未來要令經濟持續發展 必須加快產業多元的步伐 特區政府將科技創新 作為推動澳門經濟息度多元發展的重要設入點之一 推動科技創新和其他產業融合發展 發展數字經濟 不少人認為澳門是科技沙漠 發展科技產業是空中流閣 事實上澳門的科技發展具有一定基礎 亦都有不少科研成果 國際供應的雜誠電腦專家余成斌博士 過去20年 他帶領的澳門研發團隊 在國際上除得風石成果 很多領域包括剛才說的USB領域 我們做到全球70-80%的市場 全球最頂尖的企業 都是使用我們的產品 我們設計的IP 即是現在大家每天使用的 手機USB這個接口 佔多70-80%就是我們做的 無論使用什麼牌子的手機 基本上全部都是我們澳門設計的 這個USB大家都知道現在是Type-C 其實全球市場第一個推出Type-C的接口 那個IP就是當時我們的團隊做的 新冠疫情重挫全球經濟 然而不難發現 科技領先的城市復原速度明顯較快 澳門發展科技產業是刻不容緩 澳門做到產業多元的話 我覺得科技其中是一個不可忽略的 一個重要領域 其實現在哪一行 你都會看到博彩業都好 很多都是連理科技的發展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產業多元 你能夠有一個很快的經濟的增長 能夠有一個突破的話 其實真的科技是一個新興行業 是令到這一方面能夠發展得最快的 你看看深圳 看它為何可以成為一個發展得 這麼領先的一個城市 其實跟它當時投入的科技發展是很大的 如果你想改變產業的獨大 這樣的情況 想產業多元 前期要投入很多 你要做科技一定要投入 科研的投入 為了加快發展科技產業 經濟局在今年2月 改造為經濟及科技發展局 新增科技職能 包括推動科技產業 及科技創新行業的成長和發展 以及科研成果轉化及產業化 特區政府今年施政報告都提出 完善科技創新的提制機制 推動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 未來科技產業具有一定的發展前景 大家可能會有時會質疑澳門人 行不行做不做到 其實我想說的是 包括我們現在這個團隊 在澳門經過那二十多年 是做到世界領先的 我們希望年輕人都會理解到 這個其實是大勢所趨 大家是必須要一起去投入這個行業 去做這件事 在澳門人完全是可以做得到的 余成斌認為 很多年輕人對科技都有興趣 澳門中學生是PISA測試租 數學和科技是全球領先 然而在大學選科的時候 就因為對出路等效慮 而選擇了其他專業 他希望透過自己的企業 可以令更多澳門的年輕人看到 澳門的科研成果是得到國際認可 大家可以從自己理想 選擇投身科技行業